没想到吧,这兄弟他还活着呀 从昨天发现他颜色不对 我都以为他撑不过去 没想到给他喂了两次药以后 他还好了一些 看看 身体还是比较白呀 不过这个精神状态已经好很多了看起来 而且今天又开始主动锁食了哟 甚至了脖子在等着要吃的 赶紧给他喂一点 虽然说现在喂一次 基本上要三个小时才能消化完 但是已经比昨天好很多了 今天看起来至少这个眼睛 已经恢复了一点血色了 昨天已经白得不像一样了 眼睛都没血色 整个身体就背上看起来有一点红 其他都是白白的 好了,差不多了 不敢喂多了 给他吃了两小勺 还是吃了这么多 可以了 看他这个素狼 今天也不胀气了 昨天还要胀气 一切好像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也不敢粗心大意啊 毕竟他身体还是很白 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想吃 这就是幽鸟正常的状态呀 积极所食 和昨天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但是也不敢给他喂多了 尽量让他少吃多餐 让他张着嘴吃空气吧 这玄峰的嘴就是不一样啊 这么大 脖子也比昨天有劲儿了 昨天他脖子都抬不起来 今天都已经摇了这么久了 在我手上都摇了五分钟了 这兄弟也是挺执着的 再使劲往后退 好像是要拉爸爸了 看看他是不是要拉了 顺便观察一下他拉的是什么颜色 这样才能判断他有没有好一点 昨天他甚至都开始拉黑的了 我都已经基本上不抱什么希望了 没想到他还好起来了 在这儿酝酿了这么久 拉不出来吗 拉不出来就算了 把他放回去了 给他打开了 给他打开了 再给我点掌机